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至平隐百姓 只要是信佛的人 绝大多数都诵金刚经 那么如何修持金刚经呢 下面仁达法师将与大家一起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刚经》它有非常殊胜的功德利益 首先《金刚经》是开取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人们常说开悟的金刚 灭碎的地藏 破魔的冷言 成佛的法华 《金刚经》它是开启智慧的能开悟 开悟就是开启智慧嘛 但是这个智慧是大智慧 不是一般人的小聪明 小聪明不叫智慧 释迦牟尼佛讲《般若经》讲了22年 总共16会 《般若经》600卷 那么讲《金刚经》的时候是第9会 在600卷《大般若经》里面 在第9会只讲了一部《金刚经》 就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佛教界也称为《金刚经》 是《大般若经》的塑本或者是导览 不若智慧实质上是大圣佛教殊胜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 它必须彻底地超越 印除世俗的经验 认识和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或者说逻辑思维 尘世的感知都是虚妄不实的 只有把握般若幸空之理 抛弃世俗的和尘世的一切妄想制着 才能够证悟到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佛的境界 今天在座的可能有的知道百丈淮海开悟的故事 在中国佛教界有一种说法 叫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 还是有清规戒律啊 戒律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 那么清规呢 是百丈淮海禅师制定的 百丈淮海禅师啊 她家是在辅州郊区 在她五六岁的时候 她母亲领着她到寺里去拜佛 她问她的母亲 妈妈在做什么呀 她妈妈说我在拜佛 这个淮海禅师就问她母亲 佛是什么呀 她母亲说佛呀是最伟大了 那么百丈淮海就说才五六岁啊 她说这个佛跟人差不多呀 长大了我也要做佛 小小的小孩啊她就要想做佛 后来呢淮海禅师同贞出家 十几岁就出家了 出家以后宝渡经书 这三藏十二部啊经典啊 做了很多 但是呢没有开悟 她去了洛阳 经过一位老太太指点 她去了江西 投奔到马祖道一门下 马祖道一当时在中国啊佛教界 是响当当的人物啊 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徒孙 弟子很多 那时候淮海还年轻 不到二十岁 她给马祖道一当侍者 马祖道一每次过斋用斋的时候啊 都拿起饭来问淮海这是什么 淮海回答不上来 她如果说这是饭那就错了 谁不知道是饭呢 还用她说吗 她回答不出来 自己干着急不知道怎样回答 马祖道一也挺着急 这个弟子很聪明 就是不开悟 怎么让她开悟啊 就是有一天哪 马祖道一领着淮海出去散步 到山上去溜达 走着走着呢 一群野鸭子从头顶上飞过去了 这个马祖道一呀 不放过这个机会 要启发淮海开悟 就问淮海这是什么 淮海说野鸭子 还用她回答野鸭子吗 谁不知道 这回答是错误的 结果 这个马祖道一呢 也很着急 接着又问上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淮海又说飞过去了 你看 她不开悟啊 这就是习惯性思维 这时候 马祖道一啊 转过身来 使劲地拧住淮海的鼻子 再让你说飞过去了 这个淮海啊 这一被拧鼻子拧得生疼啊 嗷的一声 开悟了 开悟以后 回到房里就大哭不止啊 跟她同房的 同一个疗房的一个小沙蜜 看见淮海大哭不止 就问她 你哭什么呀 谁欺负你了 淮海说 你问师父去 结果那小沙蜜 找到马祖道一 他说 师父 淮海在那大哭不止啊 怎么回事啊 谁欺负她了 马祖道一说 你问她自己去 结果那个小沙蜜回来一看 淮海不哭了 还大笑不止 你看 刚才是哭 现在是笑 莫名其妙 只有开悟自己知道 就这么个情况 这是淮海开悟的故事 后来呢 淮海开悟以后 到了江西百丈山建道场 以后立下百丈清规 传下一千多年 为佛教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这是百丈淮海当年开悟的故事 佛教啊要求修行者们 要把你这种习惯性的逻辑思维都放下 这样才行 通过祖师大德开悟的典故 再次论证的波折智慧 必须彻底的超越 摒除世俗的经验 认识和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抛弃世俗的和尘世的一切妄想执着 才能够证悟 另外呢 美国一位佛学博士 他利用金刚经的智慧 导致了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圆满 两千多年前的一部古老的经书《金刚经》 对于大部分华人来说 几乎是视而不见呢 华人呢 十几亿 真正接触到《金刚经》的有多少啊 太少太少了 但是呢 却被一位美国学者 后来出家的《罗曲歌西》 宋渡千修宣扬 在他看来 《金刚经》不但深含着人生智慧 还是生意成功的一部秘点 他把《金刚经》的智慧 应用在自己的事业上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一个家财亿万的大富豪 结合《金刚经》的般若智慧 《罗曲歌西》的自传 那本书叫《当和尚遇到钻石》 写了一本书 这本富含至事业成功 人生圆满的书记 呈现给度者的时候 《金刚经》也就风靡全世界 我们以《金刚般若》的庙会 来修学佛法 将来必然像佛一样 证悟到《金刚般若》 究竟圆满成就菩提 现在现实的工作生活 我们大家也会能够充满智慧 得到真实的受益 《罗曲歌西江金刚经》的智慧 运用于商业 取得巨大成功的事例 告诉大家 修持《金刚经》 不仅可以开启般若妙志 正悟成佛 而且现实的工作生活 也会充满智慧 得到真实的受益 《金刚经》 要么讲《金刚经》是祝佛之母 祝法之母 释迦摩尼佛在《金刚经》里教导我们 一切祝佛及祝佛欧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皆从此经出 为什么说《金刚经》是一切祝佛 及祝法之母呢 是因为《金刚经》所缠扬的 般若信空智慧是成佛的根本 十方三世一切祝佛 先以般若为师 由般若妙会而正真如之礼 所以说一切祝佛 皆从《金刚经》中出生 是祝佛之母 还有呢 三世一切祝佛 从其所证的真如之礼 起般若方便智 为众生说法来开导众生 因此《金刚经》又成为 祝法之师 祝法之母 佛教是智慧的宗教 修行的根本是解脱烦恼 跳出轮回 正物般若妙志 智慧到彼岸 另外《金刚经》所在之处 既为有佛 这是《金刚经》的原话 无论是谁 能够随缘杜颂 为人解说《金刚经》 甚至极尽解说《金刚经》里面的四句祭 四句祭啊 在《金刚经》里面 有两个名的四句祭 还有两个案的四句祭 有的人四句祭是什么呀 一切有违法 入梦患泡影 入路易入殿 应作入世观 这是一个 还有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入来 这也是四句祭 还有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还是四句祭 这是短短的四句 大家能够听说 听闻 这个地方 都是圣地 就像佛的塔庙所在地一样 祝佛菩萨 互念 隆天互法 都来够供养 互斥 都会尊重 赤诵《金刚经》的人 大家诵《金刚经》 等于在每个人的身上 佩戴了祝佛的金印 都会平安吉祥 《金刚经》 在吸收学习经文 毅理的同时 每个人也会得到 祝佛菩萨的加持 隆天互法的尊重和保护 不但在人世间堪称第一 就是在出世的三圣圣人中 也是堪称第一的 《金刚经》在就等于佛在 大家一定要恭敬尊重 四句记啊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助相非相 则献入来 也算四句记 他们有单列出来 在《金刚经》的第五会里边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助相非相 则献入来 第二个见字 发献的音 则献入来 它也应该算是四句记 《金刚经》在就等于佛在 大家诵持《金刚经》 等于每个人身上 就佩戴了诸佛的金印 会平安吉祥 在唐朝的时候啊 有一个人在汉江坐船 去安庆 他身上呢 带着一本《金刚经》 也是每天都要送的 就是在汉江里坐船的时候啊 有一天夜里遇到了大风浪 船呢 要翻了 因为他每天送金刚经啊 为了保护这一船人的生命 他把金刚经啊 拿在手里就摔下去了 冲着江水啊 砸下去了 他这一摔下去 金刚经就砸到水里 马上这个船平稳了 风平浪静 这一船的人的生命保住了 恐怕有二三十人 过去的船没有大的 不是很大的船 都是木头坐的 不是铁船 现在铁船可以坐得很大 上去几千人 上万人 过去船呢 小船 坐二三十人就不少了 可是这个人呢 为了保住这二三十人一船人的生命 他把金刚经牺牲了 砸到水里去 汉江里头 投到汉江里去了 砸出去以后 手里面有金刚经了 没法念了 因为过去啊 诵经啊都是自己手抄的 不像现在 印刷术这么发达 很容易得到 到处都有经书 很方便的 可是过去不行 自己要诵经的时候 首先再把经书从别人那里借来 人家还得千叮咛万嘱咐 不可以毁坏 不可以丢失 借过来之后 赶快抄 抄完了 在原样归还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非常珍惜 因为这个人手头没有金刚经了 就没法念诵经了 感到有点熬悔 开始没办法 后来这个船呢 到了长江 一路走过去 从汉江到长江又到安庆嘛 这有上千里的路程 走了也不是一天两天 因为过去的船呢 都是随波驻流的 不像现在的船有发动机 咚咚咚 跑得很快 那要走十几天 二十几天的时间 他们有静安心度 结果就发现呢 这个船的后边 若隐若现的 若隐若现的飘着一团东西 一会儿扶起来 一会儿沉下去 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船到了安庆了 那个东西呢 就飘到船尾来了 人们好奇 打牢上来 看看是什么 就打牢起来 结果发现呢 这一团东西呀 都是螺丝 叫江螺 有那海螺啊 是长在礁石上的 这个是长江里头的 汉江里头的 江螺 螺丝 把螺丝掰开来 发现里边是金刚精 连丝都没有丝啊 不可思议啊 你看这个金刚精啊 就这么殊胜 江螺 一层一层的 把金刚精包起来 保护了金刚精 连丝都没有丝 所以金刚精啊 因为它是祝佛之母 祝法之母 龙天诱护 人天敬仰 连水生的动物 螺丝 畜生到的众生 都知道保护金刚精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下面讲 金刚精是修心的良药 金刚精是释迦摩尼佛 在般若会上 回答长老须不提提出的 善男子善女人 发奥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心 云和英柱 云和相扶其心 而讲的经 虚不提提问佛 把我们把我们一颗狂妇的心安住在哪里 怎样把他降服 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对于学佛修行的人是这样 对于不学佛 不修行的人也是这样 许多人心安不下来 像长了草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呀 叫智人之心 入珠在渊 常人之心 入瓢在水 智人就是有成就的人 他那个心 就像珍珠在深渊里一样 不为风浪所动 那么普通人呢 他那个心 像水瓢在水上飘着一样 过去 咬水呀是用水瓢 水瓢是葫芦啊 葫芦抛开了以后 里面是空的吗 放在水上 现在改成塑料的了 塑料中间也是空的 也是可以飘在水上的 就是一般人呢 常人的心呢 就像瓢在水上飘着一样 有一点风 马上就飘动了 心里像长了草一样 这个心呢 安顿不下来 安住不下来 解决心的问题 是我们修行成佛的下手处 也是我们修行的 一个根本目的 佛陀回答 祝菩萨摩克萨 应入世生清静心 不应注色生心 不应注生香味除法生心 应无所注而生其心 佛陀还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注相非相 则献入来 把我执 我相和我执 法相和法执 空相空执 统统地破掉 人打法师 形象地把凡夫的心 比喻为水上的飘 飘浮不定 而受持金刚精 正是为了破迷正真 找到如如不动的真心 因为金刚精呢 还是宵夜的妙法 金刚精云 善男子善女人 受持度送此经 若为人清见 此人先是罪业 应度恶道 以今世人清见故 先是罪业 则为消灭 当得欧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大家度送金刚精啊 不仅可以消除先世的罪业 前世的罪业 而且还能够成佛 你看金刚精 这个效果多么好 给大家分享 台湾的元音法师的亲戚 赤诵金刚精 消灾的故事实例 元音法师到了台湾以后啊 他的姐夫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公费的留学生 他呢 不信英国 当然也不信佛 而且呢 喜欢毁谤佛法 后来因为言论偏激 被捕入狱了 在狱里啊 有一天突然心血来超 跟元音法师要金刚精 在狱里头 监狱里头 当然不如在世间 这么舒适了 无聊啊 送金刚精 看看什么怎么回事 元音法师呢 给他姐夫送起一部金刚精 他姐夫就开始送 很认真地念 就是有一天呢 突然闻到一阵异香 不像我们平常这种香味 花香或其他什么香味 非常非常香的一种香味 送金刚精的时候 闻到了 元音法师的姐夫啊 他就感到 这送金刚精得到的感应 不可思议 从此呢 他就对金刚精 对佛法产生了信心 不再毁谤佛法 之后啊 有一位张司令 去看元音法师 两个人交谈的时候啊 也见到了元音法师的外甥女 就是他姐夫被捕入狱了嘛 他外甥女 经常到元音法师这里来 这个张司令又问呢 张司令就问 他说这个女孩子 经常去探监呢 是怎么回事啊 元音法师啊 就把他姐夫 因为比较偏激嘛 被捕入狱的情况 跟张司令讲了 而且呢 他拜托张司令 能不能跟警察总署啊 打个招呼 做做工作 查一查 如果是确实有罪 那就判他的罪 没有话讲嘛 如果没有罪的话 那么就释放了 有一个结果 就这样 没过多久 元音法师的姐夫 就无罪释放了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元音法师的姐夫 深感金康经 不可思议 然后呢 就皈依了佛门 这是通过诵金康经啊 能够消灾 消灭 不可思议的事 通过元音法师 俗家亲人 持诵金康经 消灾 消灾结难的故事 说明了 宋持金刚经 不仅能开启波热智慧 而且还能 业障消除 浮惠双增 那么宋持金刚经 能否往生净土呢 请看第三集 波热传 波热传金刚经 波热传金刚经 可彦热传金刚经 安全可以和声 泽是 水 泽加 水 泽 打 流 无依无缺 且听自自在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